让我们掌声欢迎丁宁 哈喽 你好 你好 丁宁你好 这边请 哇 刚刚看到了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过招 有什么感想没有 赶紧给我们来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吧 好不好 我觉得今天刚刚也和庞教练进行了一个对打 我觉得首先特别开心 我觉得科技和体育的一种结合 也会给我们不光是大众或者喜欢体育爱好的这些小朋友们 或者是大家 包括我觉得对于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说 我们也是会对自己的技术战术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哇 已经非常全面了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毕竟是骁龙之夜 我们是一个科技的盛会 是一个科技粉丝们的一个专场 那么能不能够在这方面 能够跟朋友们再多说几句自己的小感想 我觉得像我刚刚在体验在整个击打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整个数据其实也是实时的 在这个球台上面去体现出来 也是由这个机器人他的这种鹰眼去做一个捕捉 然后其次我觉得在现场能够直接的得到这种反馈 也对自己未来可能去改进 包括提高都有更多的这种进步的空间吧 所以还是很期待下一次或者未来有更多和他去交流沟通的这个空间时间 太好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丁临我们的世界冠军对于庞教练有这样的一番评价 那要是说他跟庞教练跟我们的师院长 施教练相比较的话呢 我觉得是不是感觉好像如果说师院长平常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教学的技巧的话 庞教练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代替师教练的一些个盲目过来的时候是吧 我觉得打这么一个比方吧 比如可能师老在教导我的时候 他说我这个球的发力不够 角度不够刁钻 我可能呢会反驳 说我觉得我拉得挺好啊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请出了庞教练 说你看 你看你看 这个时候我就无话可说了 有视频回放为正啊 每个落点速度位置都非常清晰 对 所以说今天晚上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人工智能加持之后 整个的这样一个乒乓球领域一种新的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此感谢丁宁 谢谢丁宁 同时也感谢师任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感谢丁宁 谢谢 谢谢 稍微休息